说法就是说 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 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 就是包括上海人 上海人是装雅 他要装的聪明 就是他显示的 要比他实际上的聪明 而香港人普遍来说 他的样子要比他实际上的 好像要笨一点 你像说这个李嘉诚 是吧 你要看他表面 那完全不像个有出息的人 对吗 这就说明这个面子 这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他比你实际上的大 或小 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 它是一种像动物一样的保护色 你刚才比如说讲 我就想起来 就是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一个事情就可以说明 这种气派 我在南方人当中很少见 或者这种心理 这个故事我可能跟徐老师讲过 但是这个很值得 这个一勇三叹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山东 假定是山东吧 其实可能就是山东 山东某个城市 我那时候在北京 然后有一天我来一个朋友 就是说山东有个老板 也就是个二十多岁 要结婚 想请你主持 你别说 我这个我也挺能装的 这个婚礼 我是不主持的 但是你知道 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就有人 你像那个温州老板 就说 你给我主持这个婚礼 两百万 出到七位数字 你知道吗 七位数字 我 百万以上 就我为了这个面子 两百万差不多 别再说了 我每听到一字 我心里就伤一次 纯粹就是面子 我跟你讲实话 为什么说是面子 因为现在都有手机了 说实在的 给这么多钱 我就说 如果你能保证全封闭 这个消息 不要泄露出去 我也愿意 人家找你来 你知道吗 现在主要是前两年 竟有人那个 参加婚礼的 那个给发出来 发出来一说 哪打哪的主持人 给什么老板主持婚礼 就好像 大家觉得是不是挺丢人 那个第七位数字 就是传播费 对啊 所以我就 但是那是早年 我说的是N多年 几十年前了 恨不得 那个时候 那时候七位就 不 那个时候没这个钱 就很多年前 我一个 你说那个山东老板来了 二岁来 不是 是我的朋友 就是说他呀 结婚 就想找你啊 就是去主持 说呢 这个 你要多少钱都行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公开的传播 这些还没这件什么 微信手机这些 我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想去 但是呢 因为他托我这个朋友帮忙 比如托徐老师帮忙 我就给徐老师面子 就我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 我发现事就多了 他说但是呢 他说你答应的太好了 他高兴坏了 他现在就飞过来 飞到北京 我说为什么他要飞到北京呢 我到时候我去不就完了吗 他不是不是 他要当面见见你 好 于是 新郎官 新郎官 他一定要当面见见我 于是我就觉得挺逗的 我在酒店房间里 这哥们来了 小伙子挺精神的 背着个军用书包 一进屋一开子 咣咣咣咣咣咣 就挤打人民币啊 咣咣咣咣咣 这叫犯案还是结婚的 洗钱 你更加想不到的是下边 他说涛哥 是这样啊 这个我这个婚礼呢 我是就说咱这个这个钱都无所谓 他说但是呢 你得给我一个面子 我说我给你什么面子 他说呀 我呀就是跟我们那儿的这个人呢 全讲的是啊 你可不是为了钱来的 咱俩是哥们 就是我跟他们说的就是啊 咱俩是哥们 听说我结婚呢 拦都拦不住 你非要来不可 就你你啊 就是说你千万别说是拿钱请来的 这样我就有面子 对吧 这个面子值六位数 七位数 不不不 那个时候还没这回 但是他就说 他说但是呢 那帮人呢 肯定不相信 他们都嫉妒死我了 他们到那儿酒桌上 肯定会问你 所以我要专门飞过来 跟你对好了口供 比如说 这是第几个女朋友 你对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我告诉你啊 我是在哪儿上的小学 哪儿上的中学 最后我记得 我们俩在酒店房间 也研究一个问题 他说对呀 咱们俩怎么认识的呢 都说怎么说呢 好 你说 你从他说的理由 你就知道 这人过去经历过 怎样的一生啊 他说要不这样吧 当年呢 我在深圳呢 那个走私 然后给关起来 关过一阵 你就说呢 那个时候是有人 托你帮忙 帮我处理一下官司的事情 就是托你帮忙 咱们俩就是那么认识的 然后一见如故 铁哥们 这我结婚了 你把他打死你 都不能不来 对吧 说好 行行行 我都记住了 然后哥们就飞走了 然后那天 我就去了 从我一到 你知道吗 我一天 他亲自来接我 接我的路上 拿着几个布画机 好 就说 从哪条街到哪条街 这个咱们怎么怎么 怎么 什么有没有挂红筹子 有没有 每辆车都挂了 然后从另一个城市来的 从另一个城市来的 那个那个什么跑车车队 正在高速公路上 还有多长时间 就要到达婚礼现场 这只 他指挥几个 这种豪华车的车队 可是他新郎官 自己指挥吗 他自己指挥 这个中小城市里的人 他确实会不信 就确实周围人都给我打听 是吗 你真跟他是 哥们 哥们吗 是吗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还真有人问 所以我们对这口供 我还 我说他当年 你知道他在深圳干过什么 都是 我想办法 对吧 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后 然后呢 这婚礼办的就是 很成功 太盛大了 就是他那个整个城市 可以说 我认为那天是坊间流传的 独家新闻 头条新闻 所有你可以想见 几条街都 他就婚礼车队啊 然后呢 晚上就婚礼办完了 他大家就喝酒 他喝大了呢 也就跟我真有了交情了 管我叫哥 是吧 最后就喝大了 最后啊 喝喝喝喝喝喝喝醉了 快通过我跪下了 说哥我跟你说实话 这舌头都硬 我跟你说实话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帮我这个忙 给我这么大面子 我今天我们家 在我们这个城市 算是扬名立外了 他说哥 我跟你讲实话 我这个婚是假的 他这个婚礼是假的 为什么 我说我怎么是假的呢 我说你为什么 他接给谁看呢 他 他说我 我的女朋友 他说我女朋友在国外留学 我们这么年轻 我们根本没想结婚 他说我跟你说 我这个婚礼 就是办给我父母的 那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家 从小在这个城市里 是赤贫 就最贫穷的 他说从小邻居啊 就欺负我们 欺负我们兄弟几个 就是欺负我 我父母就是老实哥的 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穷 从小周围人瞧不起我们 欺负我们 他说我现在做生意 我现在有钱了 我纯粹就是父母啊 我就要让父母有面子 让他们看看 我们家今天 所有 他说当年我们的邻居 那些打过我的 瞧不起我的 我全请他坐在首席 坐在我父母身边 让他看看 我现在有这样的大主持人啊 是我的这朋友 然后这个这个 来给我义务的主持 我的这个婚礼 我当时给听的 我还有点心酸 你说这算是个 没有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我今天的手机屏幕 也是窦文涛的照片 去哪里 你这是谁吗 我的哥们 所以你就说这个 这个面子 在中国人的这个生活里啊 太重了 我那天还看见 就说鲁迅写的 鲁迅写过一个叫面子 他说啊 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他说就像晚清的时候 那个辫子 你只要一揪着面子 就中国人呢 你只要一揪着 他这辫子就刚举目张 你抓住他的这个面子 就像揪住了他的辫子 他的身子就跟着你走 你看这是鲁迅的这个分析 面子是虚荣 是好的 是自尊 跟他同意的一个词叫脸 脸是一个负面的 有面子和丢脸 假如他那个婚礼当中 被人揭穿了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他这个是花钱请来的 那就不是丢面子 那是丢脸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乡土的一个礼仪呢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种讲面子 讲到像你这么说的是要借钱 拿肿脸充胖子这种程度的面子 这种讲究 就绝对不是 不敢说是只是乡村还是哪 但它绝对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 或者资本主义逻辑下面的一种理性计算 你比如说像有些很有名的人类学报告 不就专门研究一种东西 就环太平洋地区 特别是南太平洋上面的群岛上面 流行一种炫富宴 那这个炫富宴是有社会链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岛上住 南太平洋毕业一个小岛 捕鱼为生什么的 然后我这个小岛 儿子要结婚了 或者给组长做大寿了 那就要摆一次宴会 这个宴席为什么叫炫富宴 或者叫也有人叫做奢富宴 它是这样的 叫举全岛或全村 至少全家庭之力 就都把这些钱啊 好东西砸到这场宴会上 乃至于到了一个地步 是明天都没饭吃了 也不管 今天都得全拿出来 然后呢 就把附近几个岛的人 都叫过来 叫过来呢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东西是吃不完用不完的 那吃不完用不完怎么办呢 再大家看这个碗好不好 好 砸了 然后这个什么 有什么他们很珍贵一些贝壳 当场砸烂 就不要了 今天这么高兴 这个贝壳有意思吗 没意思 帅 是这样 那然后呢 他这么干完一回之后呢 他是叫有面子了 那么但是他干了一件为了你 比如说我请你来我的婚礼 我再请你来 你看我在你面前 花了这么多钱搞这个很有面子 是不是这个岛就此就有名了 不 你就欠了我了 有点像中国人 就下回就轮到你那个岛上 你家叫嫁女儿了 我得去 你得在我家 在我们这些人面前 砸砸你家的宝贝了 谁吐血 给人些面子 对 就是得弄到吐血为止 我还以为是一些后发经济体的城市 靠办大型的活动 来获得这个城市的荣誉 就你们想过 我们讲面子 面子是要给人看的 你给谁看 是这个问题 在他们而言呢 一个有面子的人 这个岛上的这个家庭 就是他能够搞一场这个宴会 牵连到这个几百海里 几千个岛的人都来 那他就要有面子 就越有面子 其实跟中文就像了 什么叫有大面子的人呢 不只是他能请到多文韬 而且是他这顿饭 比如说我们参加喜宴 常常会听到这个主持人 或者婚礼主任家讲这么一句话 今天很感谢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亲友 对不对 今天有从巴黎来的某某某 这就一样的 有很多使领馆给我们拍点电报 表示祝贺 表示祝贺 这种面子就不仅是看 因为刚说给人家看 是可以用的 怎么说呢 其实非常有通乡土 中国讲的 就讲了很多这个 非常清楚了 熟人社会里的 对啊 好像一个连移一样 慢慢一圈一圈出来 人伦 因为那个是要用的 什么用呢 这不仅是被人家看的 因为那个面子 成为他的资源 他的身份 他以后可以用的 你有面子 你才能成为那个 社会里面的领袖 才能用 所以他是里面有一种 理性的成本计算 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花钱 去买面子 比方说名牌 你看看 同样一个包 三千块 三万块 三百块 那个三万块的就是面子 你背放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我要三万块买来 我自己都觉得值 旁边人 因为旁边的人 看你的眼光不一样 你用三万块的包 代表了你的身份的不一样 他完全超出使用价值 这个不就增加你的面子了吗 面子就是你的标签嘛 你自己行走社会 别人靠什么来论断你 来衡量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现在的 生活的一个普遍规律了吗 而且呢 还有一个 这个面子啊 它等于是一种货币 面子是人际交往当中的货币 但是这个货币的币值呢 不像真正的钱一样 说一百咱没争议 有的时候很多矛盾 比特币 有的时候很多矛盾就发生在 我们对于这个货币啊 这是面子当然能用的啊 能换利益的 但是呢 有时候如果两个人 对您这个面子的这个币值 有争议 矛盾由此产生 但是还有一方面 就像刚才子东讲那个 它不一定只具有一个货币的 通行价值 它有时候有本身有内在价值 这个内在价值就是 你本身得到一种被尊重的感受 就是一个内在价值 就比如说 也许你今天穿了满身名牌 让人一看就看得出来 你会觉得人家 这变成一个通行货币 因为人家觉得 这觉得可以跟你做生意 你是有家底的 很可靠的 但是有时候 他要获得的就是 由于我穿了这么一身 人人都认得出来的名牌 所以我去到哪 人家对我呢 就有这个估价了 就有这个面子 就让我 这个东西让我本身 心里感受上舒服 其实做领导的 做老板的 聪明一点 就多给人家面子 因为这个货币是 最容易给人家自尊 给人家一点自尊 让人舒服点 其实你不亏 就算你不提拔 不加人工 你说几句好话 请吃一顿饭 人家也觉得受尊敬 否则的话 你就算给他加人工 但是你的态度 这个样子 下面的人还是活大 比如说就像 刚才我说买奢侈品 你是为了要让别人 觉得瞧得起你 就比如说 有时候看到 我们的富豪 穿的都很像 一定有爱马仕皮带 那个鞋一定是 Gucci的那个lover 就全身上下 对 不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在肚子上挺得很大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那但是呢 很多人 我记得 小时候我常听人说 真的有钱人啊 不需要那么炫富的 说这个 你看人家 我小时候是常听人这么讲 你看谁谁谁 生活很简朴 那现代人最喜欢传说的 其中一个这种人物 就是李嘉诚嘛 李嘉诚不是带一个 日本的 很便宜的一个 一个一个钢表 带了几十年嘛 然后这是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就说 巴菲特 住了一个小房子 是吧 然后上哪都吃麦当劳 那么比尔盖茨最初 不开不坐私人飞机的时候 出门出差 是坐机器舱的 但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呢 有点无聊 他没有想过 就是一个人之所以 还需要穿名牌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能刷脸嘛 他就只好刷这个 那你说李嘉诚来了 谁计较他戴什么表 对不对 没错 他的脸就比那个表 戴什么贵的表 还值钱 对 谁都认得出来 你说的非常好 但是你得让我去广告 福特瑞界圆桌派 广告之后见 李嘉诚是怎么样 我跟你讲 就像刚才徐老师 讲那种 他是怎么给人面子 比如说你普通一个人 平常人约了吃饭 怎么样 就没见过面的人 他约你到他自己 写字楼楼上 自己那个小饭厅吃饭 楼下传报上去 说比如说 窦先生上来了 你上去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看到 电梯门一开 他站在那等你 跟你问我说 窦先生 久仰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吃完饭 把你送出去 这一步非常重要 要是他在吃饭的桌子上 等你的话 你看 这一步就差很远 就不一样 但是就这一步 所有人都记得 所有人都说 李嘉诚是这样的人 哎呦 就给你面子 就是做到不应该 本来人家觉得 这是应该 我去建一个高层 那真是中间几道船长 对 最后你见到 雪爷来了 哪里啊 当然不用这种话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他这走出一步 对 我见有的企业家 就说这一个宴会厅 李嘉诚吃饭 后来他观察发现 他在每个人的身边 都坐15分钟 就让你得到 平等的这种尊重 每个人都主动的 递名片给你 所以我就觉得 他就让我想起 杜月生了 当然两个人 是两个路数 是吧 当年的杜月生 在上海混嘛 就讲三个面子 人生要吃三碗面 你觉得是什么 体面 场面 情面 就是这三碗面 然后呢 你比如说杜月生 照顾 就说当时啊 这个抗战胜利以后 四川发水灾 然后呢 那个时候还要参议会 四川参议会的议长 到上海这个球员 就说你这个镇气灾民啊 给我们这个要钱嘛 但是当时的上海市长 叫吴国珍 这个吴国珍呢 这个软磨硬扛的 就就就就 就给推了 推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议长呢 就找到杜月生 杜月生就说 哎能不能就帮忙 杜月生就说啊 这个事我可以办 他说但是呢 我得让这个孔祥熙 当时孔祥熙 好像是司法院长 还是什么 他去找孔祥熙 他跟跟跟孔祥熙 说说孔先生啊 这个事情 镇灾的事情我来出钱 我来操办 但是呢 你必须你啊 来请这个客 来来来做主 你要带我出头 于是孔祥熙也很高兴啊 就请了这个议长啊 上海市长吴国珍呢 这都在一桌上 孔祥熙就是说 哎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 然后呢 这杜月生站起来说 说哎 有这个孔院长给我们这个号令 小弟我呀 一定把这个事情操办的 这个妥妥善善 一定要把镇绩灾民的工作完成好 哎 那篇文章呢 还只是说 说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杜月生 多会给孔祥熙面子啊 让孔祥熙多开心啊 做善事 他做了实事 孔祥熙得个名 你觉得他是多 多给孔祥熙面子 其实我觉得还有另一层 就是啊 因为这个吴国珍 把这个事给推了 如果我这个杜月生 接手过来去做 那不是不给这个 上海市长面子吗 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孔祥熙 抢出来 哎 是他让我办的 这个事 你看 这个就是场面 情面 体面 这不都是照顾吗 对 他打点周到 很多这种故事啊 像有有那时候 其中一个是 一个作家啊 搞电影的 反正有个事情 去见杜月生 去了杜公馆 作家在那边等 等了半小时啊 杜先生才出来 穿着长衫什么 他已经脸都黑了 那作家嘛 像我一样脾气不好 脸都黑了 想走了 然后呢 杜月生马上 在他起来说 要走以前先说 就说 给个面子 不要倒茶 我说话 我给我自己倒行吗 你不给我面子 那梁先生 对不起 让你久等 我晚呢 为什么 因为你是写作作家文化人 我总要穿得体面 那我刚那个什么什么衣服 长衫什么 有点皱 我就请我那个工人 替我先运好 打点好 我才能出来见你 那作家当然就被他收得贴负负负 后来写文章称赞他们 可是有时候当对方 他也给你面子 有点淡定才能应对 我就敞过货 在一个烟会场合 李先生 我们刚刚李超人 李嘉诚 就像你说 每一桌要突然过来 坐了几分钟跟你聊 我没想到这样 他一过来 我们那一桌只有几个人 然后他就过来 坐下来聊 一坐下来我太兴奋了 嘴巴说我不稀罕 然后太兴奋了 李嘉诚坐我旁边 准备要掏手机拍 可是一兴奋了 他来握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李先生我是你偶像 很扭脸 文学你粉丝 还是给他倒茶 好丢脸 我到今年都觉得 我是你偶像 然后李嘉诚怎么样 他就笑 李先生我是你偶像 不是不是 你是我偶像 我说你是我偶像 好丢脸 从此我就觉得 给你面子 要倒茶干啥 所以你这时候 需要喝点茶 你得喝点茶 在乎面子是弱者 其实听下来 给人面子是 真的是强者 你有面子可给吗 而且我们平常 注意的面子 一个是钱了 比方说结婚 房子 车子 一个就是贯彻到 比如说名牌了 衣服了什么 还有一个面子 我们说实在话 我们看别人看不惯 但自己常常犯 就是你会提 有名人的人 有意无意的 道理很简单 恩格斯说 你的人的性格 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你要是认识巴菲特 你要是认识李嘉诚 比方他跟李嘉诚 做过一下 这个马家会就不同了 对不对 这个马家会就 不同的马家会 所以我们平常 我是常常 警惕自己 但是看别人 就说明面子这种货币 还可以借贷 对吧 我可以借 认识文道吗 那是我哥们 不是借贷 那个是银行存款 那个是在银行存款 等于是先兑现这样 我谁谁谁 而且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时候 说谁谁谁 给我打了个电话 什么 要我到长城去铺大理事 对不对 出如此类 就是说 其实想明白了 就是你说的 人为了自己的自尊 越是低下的人 越要维护自己的自尊 除了钱 除了礼物之外 认识名人 包括人家请你 多文涛去主持婚礼 都是这个 你一个名人 进入他的社交圈 旁边的人 其实看得蛮清楚的 其实你说 他的朋友当中 会不知道这个情况 其实都知道 但是自己 我们包括 我常常有时候在想 自己是不是 有时候也这样呢 会不会有意无意的时候 我们写文章 引很多有名的人 是不是也在 胡家胡威呢 就是说 这个不是一个 前现代的 单单的这个问题 我真的 他刚才讲了 他的这个 这个没面子的历史 要是你们俩 就是敢不敢说 你们记得 因为这个可以了解到 你们在乎什么 就是说 你们觉得 最没面子的 这辈子 最没面子的是什么事 或者说 哪一件事 让你觉得最有面子 你们能说来听听吗 我不能说 最没面子 但我可以说 我最丢脸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是记得 那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家里被抄家的时候 我父亲 被他们 北京红卫兵 拉出去 戴了个睡帽 在那里 逗他的时候 我当时不恨 北京红卫兵 我这个书里都写了 不恨他 那么这个是 假定说 这个是限于 一个特定的时代的话 我后来还有一件 更丢脸的事情 就是我后来 读了研究生了 我开始写小说了 然后我父亲呢 其实是有点啰嗦了 碰到一点事情 就跟人家反复的讲 所以他就把 发表我的文章的杂志 放在那个枕头下面 我已经知道 他反复跟人家讲 所以我跟我爸爸 所以我说 爸爸你不要再去 跟人家讲了 你已经 所有来我家的人 都知道我 徐志东发表文章了 你再讲 人家都觉得你烦了 我爸爸说 好好好 我绝对不讲 但有一次是中秋节 我记得我回去 这个 听到他还在讲 我就一上去 我真的很不开心 我就一开门 是我哥哥的一个同学在 我父亲又拿出 我的那个杂志 在跟他说 我当时就 就说 我说 爸爸你做什么嘛 然后我爸爸呢 这个帽子挥的 就好像很对不起 我的样子 就是遮挡着 把这个东西 我后来想想 我太不是人了 这是 这是我最丢脸的 一件事情 比如我做什么事情 都丢脸 他就这一点骄傲了 他已经睡在床上 他就是我读了研究生 我发了个文章 他就这一点骄傲 我连这一点都不给他 我这个觉得 我是很丢脸 真是不要讲没面子 我真是很丢脸 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我爸爸要面子 他为了他拿我来做他的面子 我觉得这很可笑 我现在回想起来 是我自己的问题 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 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